你离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许诗 嫁给我 明天我们就去结婚 什么也不说了 虽然我觉得呢 你放弃秦律师挺可惜的 但是我支持你 谁告诉你我跟秦氏离婚了 就代表放弃他了 是这样啊 你不喜欢瑶瑶 你为人家出钱出力 你喜欢秦律师 你却放手让别人自由 你别忘了 秦律师身边 有一个竞争力超级强的陶俊辉 行啊 远扬一下 那药没过期啊 杨花派我忘了 在我手机里给我装个网络提醒 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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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离婚了 怎么还随便动我东西啊 你离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 季诗 嫁给我 明天我们就去结婚 你别在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 有的没的 我没跟你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嫁给我 然后回到成语会 金总说了 只要你肯回去 还回到十一楼 你还能成为合伙人 前提是让我放弃 瑶瑶这个案子是不是 工作的事你可以先放一边 我们先把婚结了 陶俊辉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的男人 你以后呢 也会是一个好的丈夫 好的爸爸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婚姻 比如说我 我根本就不相信婚姻 也不相信天长地久 你是不相信天长地久 还是想天长地久那个人 就根本不是我 我知道你们都会说 恋爱 然后结婚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但是在我看来 它就是人生的一个选项 甚至我都没想选 我曾经也想过可能 是不是找个好男人嫁了 然后夫妻和睦 共享天伦之乐 但我心里实在还没有做好准备 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个准备 因为我的心还没有告诉我 所以 我骗不了我自己 我也不能骗你 谢谢你为我争取的 瑶瑶这个案子 我是不会放弃的 就像你 也不应该放弃吴飞一样 我觉得它比我适合你